基隆市安乐区有屋主要求售房屋 那16坪的土地权状开出了110万的价格 平均每坪不到7万元 而且步行一分钟就可以到大马路上 但由于这个屋况是年久失修 也没有建物权状 这个价格到底值不值得也引发讨论 baby鸡生活圈110万元就能买房 这价格实在让人很心动 位置就在基隆市安乐区 虽然是当作住家用 但屋灵不祥还没有组建物 标题更直接写废墟 好像有点奇怪 实际来到现场 这栋求售的独栋建筑 不止外墙斑驳 屋顶也长满了杂草 而透过门缝往内看 里面还有神明桌 说来拨那里就20多万 而房屋后半部的屋顶则几乎不见了 内部堆放大量的废弃家具 杂草也长到快跟墙一样高 要出百亿万太高 你也还三三四 求售的房屋离大马路 步行只要一分钟 110万元的总价 换算16.4平的土地全壮 平均每瓶单价还不到7万元 知识物矿老旧 修缮前就要花不少的垃圾 清运费用 让民众却步 买的时候只能翻修 不能全部打掉重新盖 因为他们这个没办法申请使用执照 只是房屋老旧向银行贷款也有困难 现金支付后恐怕还要支付一笔不小的修缮费用 后续要作为什么用途使用 花的究竟值不值得安不安全 民众见仁见智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道